槟城一名74岁的拿督司令和他47岁的拿督儿子 因为涉嫌土地舞弊案 星期三早上10点50分 被反贪务委员会带上乔知事推示庭 申请延扣6天直到本月17号 这对父子联合经营一家房地产公司 他们涉嫌没有通过正确程序出售土地 导致一家基金会的子公司蒙受重大损失 星期二分别在槟城反贪会总部和布城反贪会总部被扣留 反贪会援引2009年反贪会法令23条文调查此案 如果被判罪名成立 涉案者将面对少过20年监禁 罚款1万令吉或汇款的5倍 这对拿督司令和拿督父子相信 举反贪会3月29号 逮捕一名涉嫌已低于市价售卖土地的 70岁拿督级商人案件有关